每晚八点 聆听读者 我穷我有理 你富你活该 近日一则十五岁快递少年 骑三轮车撞上宝马车的新闻 引发热议 杭州的黄女士在回家的路上 宝马车被一辆送快递的三轮车撞上了 骑车的是一名十五岁的少年 发生事故时 少年一边骑三轮车 一边在低头玩手机 黄女士发现少年后 一直按喇叭提醒并停下车 但少年依旧没有反应过来 直接撞向了黄女士的车 黄女士的宝马车 左前车灯外壳破碎 车损约一万三千左右 事发后对方拒绝赔偿 后经交警协调后 黄女士做出让步 让对方赔偿四千元 但是到了约定的赔偿日期 对方还是为赔偿全款 黄女士打电话过去 没想到当时撞车的少年说 你这么有钱 你也不差着点钱 为什么一定要让我赔 而且上次撞了保时捷 都没有赔这么多 你为什么让我赔这么多 少年这种我穷我弱我有理 你富你强你活该的态度 让黄女士和一众网友 十分愤怒 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 让步是善良 不让是无可厚非 凭什么你生活困难 你年纪小 我就一定得惯着你 其实生活中不乏弱者 勇于承担责任 而获得福报的势力 即便没有承担的能力与勇气 以弱者的姿态 说明自己的难处 也能获得多数人的同情和理解 但是因为贫穷而理直气壮 因为弱小而百无禁忌 就会突破基本的道德底线 这时给大家的感觉 就不是同情和理解 而是本能的厌恶 我穷 我弱 我小 所以全世界都得让着我 护着我 给我特权 即便是我错了 我不对 你也不能让我受罚 这是典型的道德绑架 我穷我有理 你富你活该 这是一个人心穷的第一种迹象 把贫穷变成谋生武器 我高中时期 校门口的街道上 常年有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妇人 带着四个六七岁大的孩子在行器 刚开始的时候 每次经过 我都会在孩子们的碗里放上一两块钱 或者是给他们半个馒头 一块饼 但是渐渐地我对他们充满了畏惧 甚至在遇见他们时 会选择性地绕道走开 可能因为不经意间表露出的善意 后来每次经过孩子们身边 身后的中年女子都会暗示他们上 于是四五个孩子一起冲上来抓住我的一脚 一脸委屈地盯着我看 每次都要拿到钱才肯松手 不只是我 学校大多数同学都曾经遭遇过他们的围堵 有时候没带钱或者钱给的少 他们就会向我偷来怨念的目光 眼神中露出的不满和愤恨 令人不寒而栗 有一次 一个同学在被围堵的人无可忍时 说了一句 你们让开 不让开我报警了 后面的女人立马起身 拿起身边的一块石头 恶狠狠地说 抱啊抱啊 你抱啊 年纪小小心就那么歹毒 长大了嫁不出去 还有一次 错过饭点的同学 从超市买了一块面包出来 正准备吃 一个小乞丐上去拉住他的衣服 同学分了一半面包递给他 没想到小乞丐说 你吃过了 重新再给我买一个 同学回了一句说 我没有钱 小乞丐踢了同学一脚后 迅速跑开了 一边跑还一边骂骂咧咧 这个世界上 总有人把穷和弱 当作自己的资本 并将此作为破坏规则 和肆意撒泼耍赖的武器 学生时代 我们也许都遇到过这样的人 蹭吃蹭喝 蹭衣服蹭洗发水 可以用蹭解决的 绝对不会用买的 一旦你对他的行为 稍微表示出一点不满 他就会立马回击你 你家庭条件那么好 我用你一点东西就怎么了 怎么心眼那么小啊 更有甚者会瞒世界去传播 你抠门没爱心的恶性 穷不是问题 以穷为荣 穷的理所应当才是问题 把穷当作求生的手段 以穷卖穷 实则是无赖贪婪的表现 把贫穷变成谋生武器 这是一个人心穷的第二种迹象 把贫穷当成炫耀的资本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 社会上开始掀起一股 弱者有理的风潮 于是不少被善意庇护的穷人 变得肆无忌惮起来 我穷我有理 成为这些人最坚硬的武器 炫富之后 朋友圈开始流行炫穷 红包乞丐 哭穷卖惨的可怜人随处可见 一些年轻的女孩通过炫穷 得到了几顿免费的午餐 和几次免费出国的机会 也有的人通过哭穷 收获了别人三毛五块的微信红包 得到了一些直接收入 但是折损的是不可逆的人格形象 斋藤绿宇说 夸要贫穷 比夸要富裕更卑鄙 因为炫穷背后隐藏着不劳而获 不思进取的基因 一旦贫穷成为炫耀的资本和砝码后 这些基因就会狂野生长 成为懒惰和贪婪的帮凶 朋友小慧是一名基层公务员 参加精准扶贫的工作已经两年 他说这两年中发生了很多 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 每次开民主评议会议 总会有村民因为争夺贫困户的名额 而发生争吵 甚至大打出手 一些村民因为选上贫困户 而觉得脸上有光 而落选的人则会愤愤不平地表示 我家比他家更穷呢 在扶贫政策面前 有的经济条件不错 甚至已经在城里买车买房的子女 不惜将自己的户口和父母的户口拨离开 让父母住回黑灯瞎火的老房子里 就为了争取一个贫困户的名额 有的家庭家中住着宽阔的小两层 生活滋润 却一直抱怨从来没有得到过政府的照顾 政府扶贫政策不公和工作人员 吵得不可开交 不以贫为耻 反以贫为荣 这是最常见的贫困文化 扶贫先扶质 比物质贫困更可怕的是思想和心灵上的贫瘠 人际交往中 这种爱贪小便宜 以穷卖穷的人更是数不胜数 把贫穷当成炫耀的资本 这是一个人心穷的第三种迹象 人穷不可怕 心穷才可怕 宁漆白虚翁 默契少年穷 人穷并不可怕 经济上的困窘都只是暂时的 可怕的是 人穷心也穷 从小父母就教育我们 人穷质不穷 唐代诗人王博说 穷且一奸 不醉青云之志 穷要穷得坦荡 穷得令人肃然起敬 但现实中 很多人不仅人穷至短还无赖 在我穷我有理的典型思维里 好像只要我生活状况不好 比我有钱 比我过得好的人 就全部欠我一个爱的抱抱 在他们的世界里 我穷我有理 你就应该让着我 你不给我占便宜 不给我特权 就是为富不仁 是强凌弱 就像前文中的少年 就是典型的 人穷心也穷 不守交通规则 没有责任意识 没有契约精神 不履行手诺 将穷作为逃避责任的护身符 这样的少年 如何让人给予更多的善意 身穷不会禁锢一个人的人生 只要有人穷 至不穷 支持而厚勇的信念 就有凭自己努力 跳出贫穷的可能 人可以穷得坦荡 但是请别穷得消极 穷得冠冕堂皇和理直气壮 那好了今晚的文章分享 就是这样了 感谢您的守候一聆听 关注读者微信公众号 和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读者 我是应由 让我们再下个夜晚 不听不散咯 感谢您的守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